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承映全球投资报 带着您在全球的金融市场绕一绕 看一看重要的投资趋势关键在哪里 在最近的行情涨多了之后 因为美国跟北韩关系紧张的影响 开始出现一些震荡或拉回的情形 不过我也要提醒大家 有些族群的话是在低档慢慢的转强 那么会不会就在利空袭击之中 那么下一波的强势股 或者是下一波的主流就在这里浮现 我们赶快来看看是哪些的标的 在最近CRV指数原物料指数的话 在低档我们看到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来到了相对的低点166之后 慢慢的底部出现电高的现象 那如果在技术分析上面的话 有研究的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叫低档交叉向上 叫黄金交叉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族群的确值得做留意 这个指数我们跟大家提过几次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CRV它的成分 农作物啦 能源 工业的金属 牲畜 贵金属 软性饮料 所以我们知道说 它就是比较广义的原物料 有慢慢的出现底部翻扬的现象 那不像很多涨多的在高档的话呢 如果出现拉回 能不能够续墙 不知道 在低档刚转强的 极可能是运量的基本面的转机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CRV有19种的成分在这里面 哪几种在最近表现比较强 这是最近的涨幅 我们以近一个月来看呢 波罗地海运价指数表现不错 另外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指数 水泥 那么中国本身的这个铁矿石价格 乙烯 然后加上涅 所以我们基本上了解到说呢 工业金属啦 航运啦 那么其实表现得不错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掌握住这个趋势呢 其实在投资上面的话 因为在这边是原物料的关系 那台湾比较特殊的是在供应链里面 我们是站在中间 所以我们的原物料是进口的 因此如果要看原物料这个族群的话 要看到全球 看到海外去 好我们就透过呢 能够投资海外的这个ETF的话 来观察一下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XME 叫XME啦 那我们念的这个 大家比较方便叫做XME 在这里呢 我们发现说 近期啊真的是 底部呢 回撤支撑之后 那么在这里的话 开始出现上涨的一个 现象 价格上面并没有创今年新高 但是也同样的 也因此呢 它的基期比较低 我们来看看XME 它的这个整个族群成分是什么 那么它是呢 SPDR标普金属与矿业的 这个产业的ETF 所以在它的成分里面 这个红色的最大 然后它都钢铁 占48.45% 另外金啊铝啊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说 使用 那么在这个比较广泛的金属这个产业啦 矿业这个产业啦 那么就是以XME为主 那么有没有比较集中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的ETF 它叫做钢铁ETF 它的走势呢 是回的稍微比较深一点 但是在最近的话也是一样 那么就出现了 由下交叉向上的现象 当然价格上面并还没有突破 今年的高点 突破前高 但是呢 表现的话呢 似乎是一个叙事待发 那么它的整个组成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钢铁ETF 基本上呢 是投资在美国占39.47% 然后巴西呢 这个矿业的大国 包括像是荷兰 那么跟这个英国呢 那么本身是属于 它这里面持股的前四大的族群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的投影片 另外呢 刚刚提过说 钢铁不错 然后矿业不错 那运价的话呢 是在这个BDI的话 是表现是第一名 那么在这里的话 跟大家介绍一档的 这个航运类股的ETF 刚刚提到说 航运类股表现第一的是BDI 但是呢 这个航运类的话呢 有货柜轮在里面 就是稍微不一样 货柜轮是走远洋的 BDI散装航运的话呢 比如说是载煤 载铁 载一些这个农作物 它是属于 那么比较一般的海域的 好 但是我们还是看看 就是说这个航运的ETF呢 基本上在近期 投资的部分呢 美国是占大宗 同时呢 丹麦的话是19.74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 它的价格呢 其实也表现得还不错 那为什么丹麦跑出来呢 因为全世界最大的航商 马斯克 就是属于丹麦的公司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 虽然涨多了之后 有出现拉回的情形 那么但是呢 原物料这个族群其中的 比如说矿业 比如说钢铁 比如说航运 最近的报价的确上来 最近的ETF的话 的确出现走高的情况 那么当然投资朋友会说 可是海外ETF我也不熟啊 那么而且投资也不是这么方便啦 那我该从哪些的其他的角度可以切入呢 我们待会第二个单元跟您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